這個情況,入境處說完成調查之後,會徵詢律政司意見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雲芝 形容李波事件是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最令人憂慮的事 至今的解釋都難以服眾,令人質疑 一國兩制是否間中有例外 和曉迎報道 當這五個人的事慢慢淡化冷卻之際 大律師公會主席譚雲芝提醒大家 事件有多嚴重 一般智力的人都覺得問題比答案更多 當事人如果他不是惹想什麼大的麻煩 有口難言 你不會想著是他自己自願講出的真相 真正的答案可能要靠他 真正的答案可能要靠他 但他見面沒有再提到李波事件 是否適合提到他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了多少 因為他沒有跟我們交代過 他到底做了多少 政府其實的確是可以做多些 也都要讓人知道做過什麼 要不然我怎麼知道 市民的信心要挽回 至少他知道有個政府 為這件事是曾經幫他們爭取過 原來是你有問 問得很重要 還有用什麼方法去追問 但總是沒有答案 這個市民也是需要知道的 譚穩芝認為單憑李波事件 不足以斷定香港法治已經受損 但如果特區政府當家事蓋上 就肯定得不上失 不是說我家裏發生這件事 不關你事 關不關別人事 不是由我們自己說的 其實國際對這件事是可以有個看法 這麼奇怪 答案又不合理 英文的答案又問不到出來 人家是可以有個合理的看法 是覺得是有問題 一國兩制